可以出國出去 現在要播之前呢,我們先把鏡位倒定 這邊是那個... 左畫面,來,抽進進來一點點 會擋到東西 退後一點點 OK,這行動電源我們就把它撤掉 嗯... 好,聲音的部分呢 我看還是夠吵的 現在 那,記得麥克風在這裡 我們盡量對著它說 好,然後我 為了聲動警戒 現在看到的音量,收音的情況非常好 因為你好 然後,它自己會take到我主要的 主要的東西去 我們要對一下位置 待會就開始了 因為它昨天 在那邊 那這個來收音 然後就出去 聲音效果如何 好,我們把位置都對好之後呢 開始跟大家做介紹 一樣 保錄直播 就站這個位置 好 正式開始囉 嗨,大家好 我是BOSS 今天怪記是帶大家看什麼東西呢 當然是怪東西囉 以前要一輛轉播車 一輛轉播車什麼概念呢 就是一兩千萬的代價 才能夠 擁有這樣的效果 你說對不對 是啊,沒有錯 而且一兩千萬的代價呢 當時候的開銷是要請多少人 你知道嗎 最少八個人起跳 八個人起跳來運作這樣的系統 才能夠完成一個直播的 叫做 EFP 轉播作業 在過去的電視轉播當中 是一個非常專業的工作 他除了龐大的資金投入之外 還有大量的工作人員的專業訓練 組成 那現在都被科技給改變了 那周先生今天要介紹的這個 新龍科帽的 NS-Caster Real 3D 他能夠為現在的工作 帶來什麼樣的表現呢 我們來看看他驚人的性能 來,周先生 大家好 今天來跟各位介紹 NS-Caster Real 3D的一個 電子導播系統 那這個導播系統呢 它最主要的 它有最多可以到18個channel 那我現在展示的是12個channel 12個channel裡面呢 它會有最多可以支援四支的攝影機的輸入 那這個系統呢 是標準的3D 標準的3D系統 所以呢 我各位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這個3D的路徑 這個是真正的3D 3D跟大家說明一下 它有深度的空間 不是2D的喔 2D的再來3D進去之後呢 基本上做出的是 人所做不出來的運鏡模式 人做不出來 你要搞清楚 因為人要做出這樣的運鏡模式呢 必須要有Motion Con 這種東西 就是那個 運行的這種軌道系統 那你看它 那你看它 我媽的 我們要訓練一個能夠 走路走這麼穩的攝影師齁 此生應該是見不到了 都要讓數位去處理 那這個是標準的3D 大哥它再大聲一點 標準3D的一個系統 所以呢 那這個3D呢 我們 除了四個攝影機以外 我們 有那一件有大概三十幾個虛擬場景 它一次可以進到系統裡面的 有四個虛擬場景 譬如說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一個虛擬場景 那 我把它切換過來 這個也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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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的虛擬場景 這個是在 這個是在 3 對 這個也是一個3D的虛擬場景 所以呢 我們 幾個不同的虛擬 大家可以看一下 人都同一個 所以呢 這個 人 不變的情況之下 3D的虛擬場景 可以隨時的改變 那另外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這個系統 除了一個 大家熟悉的 導播台以外 這裡有一個呢 我們這個系統呢 是一個 可吸式的系統 這整個系統呢 大概只有十公斤左右 這女生也都拿得動 所以呢 我們這個系統 你拿著它 那就可以到處 爬爬走 到處去賺錢 那 如果你在外面 你嫌說 哎呀 帶一個系統 就帶一個導播台 不太方便 那怎麼辦呢 沒有關係 各位看一下 我們這個鍵盤 這個鍵盤 跟比照那個導播台 您就可以發現 我們這個鍵盤呢 已經把那個導播台的 的layout 都已經進來了 除了tbar 跟這個ptz的控制以外 我們這個鍵盤呢 已經整個都進來了 所以呢 那事實上我在外面 在外面工作的時候呢 我連這個導播台 我都可以不用帶 那 要有快給西的這個ptz攝影機 加上我們的這個可吸式的 你看這麼輕 這麼輕 就可以了 跑遍全台無敵手 那這個系統 有200多個轉場特效 各種轉場特效 你看這是一種轉場 這就是一個轉場 這個轉場特效呢 隨你來設定 這個轉場特效呢 因為我轉的比較快 所以跳過好幾個 各位可以看得到 這個專場特效 200多個現成的專場特效 任你來使用 所以呢 你只要有這個系統 而且它可以 除了錄影以外呢 它可以即時直播 你如果呢 在有網路的環境底下 即使你在室外 你所拍攝的東西呢 除了錄下來 同步的 你可以發送到影音伺服器上 譬如說YouTube 譬如說Facebook 所有的觀眾呢 也能透過YouTube 來看你的直播的內容 所以呢 這是一個非常 非常方便 而且非常平價的系統 比起電視台 動輒五六百萬 上千萬 我們這個 只有它十分之一的價格 那昨天呢 介紹的那個 iStudio240340 那叫主播機 那這個是導播系統 那主播系統呢 它的強調是錄客 所以呢 老師一個人 可以自己錄 自己講 那這個是導播系統 導播系統呢 就是錄的規錄的 講的規講的 那這個才 這個系統是比較適合 這個在 比如說電視台 大眾傳播科系 還有呢 要錄製比較精緻的節目的時候 所使用的一個系統 我今天介紹到這裡 這個 這個 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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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ter Rio 3D 在專業人士當中 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學習 我們想了解一下 它的學習的這個曲線 就是要多長的時間才能上升 正常 半個小時可以基本的操作 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大概你就可以 到Pro級了 那如果是大概三到四個小時 的教育訓練的話 那您大概就無所不能拿 所以這個 對各位來說 這個是很簡單的一個 這種操作已經簡化到 非常的 非常的容易了 所以不會像以前那樣 非常的深色 抱歉喔 剛剛 手劍 幫他按跑掉 整個畫面跑到外面去了 現在使用的是 Meebo 在現場做直播 所使用的是 Meebo本身的收音麥克風在這邊 那剛剛 NsCaster 剛剛所講到的一點 它上手容易 我們以前培養一個導播 你要知道嗎 沒有三五年 送不出一個導播上台面 OK 那現在呢 透過數學化科技化之後呢 他把一些導播的觀念都予以模組化 模組化之後的好處是什麼呢 減少你的學習曲線 你只要把運鏡概念 還有你的這個 調度 鏡頭調度 還有就是 被拍攝的這個故事呢 掌握好 那麼甚至技術的部分 工程的部分呢 全部都交給他了 這是在過去跟現在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過去導播還要學工程耶 你要懂這個 訊號規格 訊號模式 還有攝影機 還要懂那個 整個導播機的這個 介面應用 以前導播是要學這麼多東西 但是那些東西都被塞在這裡頭了 真的是非常的便利 再來我們要請教的是說 整個系統當中它的訊號格式 我們走的訊號是以SDI為主 HDSDI 3G SDI 我們已經進化到3G SDI 那很快的呢 我們可以更新到4K 那3G SDI的話呢 可以傳送到1080p 每秒60v的一個解析度 那HDMI我們也可以接受 那也就是這個系統呢 你採購之前 你告訴我們 你要走SDI的系統 還是走HDMI的系統 我們就幫你配置好 那甚至呢 我們可以有4個HDMI 一個SDI 或是反過來4個SDI 一個HDMI 都可以 包括DVI也行 DVI也沒有問題 對 那麼因為DVI的重要性 是在於就是說 我們常常在做一些Present的時候 都會用到Nordbook這個訊號源 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當作一路進來 當然啦 現在Nordbook大部分都搭載HDMI 你也可以考慮怎麼樣去試性的搭配 那要是我個人覺得的話 是DVI是不要裝 為什麼 它基本上可以用HDMI去轉換過去就好 那接下來就告訴大家 一旦你的是 要做長距離拉線布線的這個影像需求 你選SDI版本 為什麼它可以拉得夠長 那如果你只是室內的一個直播系統 跟演播系統 跟Studio的狀態 米數大約是在幾米內方便HDMI HDMI的話 一般我們如果沒有經過特別的訊號加強的話 我們建議在10米 10米 不要超過10米 另外幾個方案再告訴大家 你如果是HDMI的輸出 希望拉破百米的話 還可以利用RJ45方案 對 就做延長 那是最便宜的 但是相對它的效果 呃 它是便宜沒錯 相對穩定性 就會出其不意的給你吐扯一下 那你如果是定制式的錄製環境 我想那個是OK的 但是如果是長時間機動移動的話 你還是選擇比較強韌的Mati cable 或者是SDI的Cable 會比較安全 另外我們再請教一點 HD SDI它本身的訊號 跟HD SDI 3G 它這兩者的差異 那基本上3G的話呢 它support到1080p每秒60幀的一個畫面 那麼是HD SDI的話呢 它也是1080p但是每秒是以30幀 1080p30或者是1080i60 這個是我們稱為HD SDI 那3G的話就是更高 是1080p60 好 這個有一點點差距 好 是 那再請教另外一個 就是有關於這個 HDMI它的1.2 1.3 1.4 在這一方面的相容性又如何 這個是我們 經過我們的測過 我們從1.2 1.2 A 一直測到1.4 是完全相容性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HDMI 你只要信號進來 幾乎都已經是完全相容性 因為HDMI 是一個國際標準 所以呢 它這個相容性是很高的 所以你 它會自己去偵測自動去轉換 這是我們的系統 所以呢 不會有這個相容性的問題 這個大家可以放心 另外呢 還有一點特別要強調的 這個系統 Excaster已經內建了NDI 各位想 NDI是最近很流行的 一種網路的一個 一個支援 影音支援共享的一個新標準 叫Network Device Interface NDI 現在很多的有名的這個 這個導播系統 都已經內建了NDI 那 我們的這個 NScaster 也內建了NDI 所以呢 你只要是有NDI系統的導播系統 它所 以及它的裝置 譬如說支援NDI的攝影機 在這個系統上 跑的時候 另外一台系統 如果它也支援NDI的話 它可以直接 我們只要在同一個網段裡面 它就可以直接 來使用我這台NDI攝影機的 這個 這個 影音資訊 也就是我這邊呢 我就可以直接傳到它那邊去 因為這是一個國際標準 那它走的是RJ45的無線 所以呢 NDI這個標準 是一個 一個非常 新的 而且 以後我們是不可或缺的一個標準 那 NScaster 已經 在幾個月前呢 就已經支援了NDI的系統 所以呢 它這個給大家使用 帶來非常大的方便 而且 不會被淘汰 再強調一點 你知道SDI線 那個日本那個牌子的 一百米瓦 你知道嗎 那麼現在NDI支援的是 RJ45網路線 對 可以跑出那麼大的頻段高畫質 重點是 那個價格 什麼叫LP比雞腿 你懂嗎 那簡直是 可能差了快十倍 對 不止了 可能不止了 那個現財的價格差了快十來倍 你可以想像這樣在這投資 可以節省多少 那NDI它這個是 這個新的協定是不是 對 它是一個很新的協定 目前大概我們知道大概 這種寶貨系統大概只有三家有 兩家在我們手上 也就是以前我們用的Fiber Multi Cable 還有 一般的銅軸 這三種東西 將來可能會走路歷史 對 它走RJ45的頭 那線你只要用CAT51或CAT6 基本上也可以到達百米 CAT6 另外的咧 百米 另外的咧 你們拼到最多到多少P 到1080P 60 60 60溫的喔 對 我的媽呀 那可是 現在就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把關鍵再釐清一下 過去我們是要有一路截取卡 截取一路畫面 兩路截取卡 截取兩路畫面 也就是說 你剛剛講這裡頭幾路 標準四路 標準四路 那可以擴充到 最多我們可以擴充到八路 八路 剛剛講NDR NDR這件事情 對 你到底哪生那麼多孔啊 不用嘛 因為它是網路 它就用轉接啊 對 你只要在網路上同一個網段就可以 OK 也就是說要一個HUB道客 對 然後大家共用在這個HUB道客 對 然後咧 只要都在這個分配裡面 然後再利用IP位置 去選定KEMA的那個 註冊在哪 哪個頻道 註冊在哪 對 那最多可以註冊幾台 欸 這個我就 最多幾台網 我現在不是很確定 但是我們試過好像是 值得關注的科技 NDI 那 它是用它本身的 RJ45就夠了嗎 還是要再 不用不用 就這樣就夠了 將來會變成什麼樣子 變成標準 不是啊 那 將來用它 MODBALL本身的RJ45 就可以接收訊號 而且是1080 60K的 然後 如果說你要多機 多作業的話 欸不對 那KEMA也必須要有那個功能 對對對 要支援 記得將來KEMA要選 NDI的 對不對 那我目前 你知道有哪個牌子 攝影機有做到NDI嗎 欸 是有幾個牌子 但是 型號的話我可能再猜一下 好的 這個 將來的投資 不管是線材 主機 Switch Camera Cable 都將造成極大的變化 NDI技術 那 AP不能買 高的不能買得太爛 太好 那 其實一般的就行 一般的就行 一般的就行 因為它是傳輸這個 那個 1080P的數據 的數據量 對於 一般Lauter來講 數會有 十一百 一百 現在那個十一百 可以啊 不對 你要換算 如果是四千 在一個那個 HubLauter裡面 的時候又不一樣 欸 四個頻道 四個 1080P 六五十的話 可以啦 可以 喔 有機會呢 因為 金融科茂就在四報的樓上六樓 有機會 你可以把你的記憶卡帶來 你的硬碟帶來 現場錄回去給你展觀看 對不對 沒有問題 還有各位網紅 用手機直播 不夠夯了 要用這種數位3D的場景 來直播才叫牛 對不對 沒錯 金融科茂在樓上 一樣提供你 試播的機會 你可以到這邊來 它有設備 器材 讓你在這邊做Key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它這邊可以讓你在這邊 試著 那今天在世貿展這個期間 大概多久的 展期會多久 到禮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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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機會喔 機會不是天天有 好 帶大家看一下這個 周遭的環境 順便看一下 Mate Mate 來世貿展有兩個要看 一個產品 一個產品 一個是Mate 好 大家看一下 在我身旁這邊 這是Rhythm Pro Markey Pro Markey 藍的也行嘛 也可以幫你做完 隨你高興 那心動科茂這一組器材呢 比較厲害的地方是啥呢 收折式的 你可以看到收折式可以折到 這麼平板 這麼沒有皺紋的嗎 好像被那個運動探過了 說你有沒有用運動探過 沒有沒有沒有 人家說沒有 周大哥說沒有 撐起來就這麼平整 像嬰兒皮膚般的平滑 你懂嗎 不會像阿嬤的皮膚撩撩 你聽說 這厲害的地方在這邊 再來它的輕量化 整個鋁合金的架構 讓你好搬好運 很輕 連姑娘台都很簡單 對不對 連小檢查都很簡單 那麼 大家對IS240 IS36 340 這兩個系統有興趣 可以到我們的YouTube 也可以到新動科茂的官網上去看看 這個機器 太厲害了 直播起來簡直就有如 怎麼講 那種電視台的那種火力 你要3D它給你3D啦 你要坐在這邊 飛機往你頭這邊繞一圈也行 多厲害 大致上就是說 新動科茂所在台灣 所推行的這個產品 在將來一定是可以在影像製作 還有電視轉播方面 帶給大家相當大的便利 請大家密切關注 NDI還有新動科茂這裡的電子導播系統 他的直播 謝謝大家 那周先生來進來打個招呼 謝謝大家 那記得禮拜天嘛 禮拜天最後一天 那還有那麼多天呢 視訊展有什麼 時間那麼長 四天 九天 九天 永遠都是九天 永遠都是九天 從來沒有減少過 是是是 記得 來看MAY 來這邊逛逛 專業人士 一定要來這邊取經一下 來看看現在科技帶來的便利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直播到你們的平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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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影像看到的呢 這個是 導播機 就是導播機 導播機 那個 玩攝影 不玩導播 玩傳播 不玩導播 那你真沒進來過 你只玩單機 那不叫真男人 真男人就是要搞多機 為什麼 咱們男人的慾望一夫多機 咩 那沒辦法滿足一夫多機 你可以搞一夫多機 咩 齁 這也是另外一種觀點 齁 真男人就是要玩EFP 懂吧 好 那EFP的組成呢 導播室的組成 在那邊看一下 齁 這是CAMERA 這是CAMERA 叫PTT CAMERA DROON IN DROON OUT 自轉角度 控制你的這個 印記 構圖 SIZE OK囉 再來後面那個叫 我們叫做 綠幕 又稱之為 GROMA KEY GROMA KEY 那這GROMA KEY呢 最主要就是去背 那去出來的背 多牛呢 看給你看 乾淨到瞎瞎叫 根本就是下下叫等級的 為什麼 以前 在我們那個年代 先把板子叮好 先把板子叮好 左弧度 右弧度 下 上 天幕燈地幕燈 亂七八折燈 打到半天咧 打到你要流鼻血了 打到你快死了 他還是KEE不乾淨 齁齁齁 現在咧 這樣就KEE了 我跟你講 連燈都沒有 連燈都沒有 KEE的乾乾淨淨 我不客氣講啦 這東西抬到哪裡都能播啊 不用到攝影棚啊 為什麼 你都是101馬路邊 你都能直播啊 對不對 這直播的效益 非常的高效率 好 這個 看到這邊 相信大家今天有精彩的收穫 好 那這多精彩呢 再來 我們再看一下這個 那這個是過去傳統式的嘛 現在還有在發售嗎 有有 還是很多人需要 對 我這樣講好了 這東西就是我們這些老派的 在這行業混了30年了 不安不爽的 還沒有 沒有這個他不玩的 那些大牌導播他一定是要這樣 他的速度、節奏、各個方面操控才是有如人機一體 不是這種導播台他不用 因此年輕的一輩選擇右邊這一種鍵盤式導播台 裡頭都有把一些一定跟關鍵的key都把你弄得好好的 老牌的導播就選這一套 這兩家不同公司喔? 不同公司 那是男團 那是男團 沒問題的 現在這些東西都已經到了大家都能接受的 好 距離收播時間還有 四分鐘 不管了 反正今天我們用最快的速度讓大家把整個這個EFB工作的精華濃縮在這短短的三十分鐘 你不用到處問不用去學不用整合今天都告訴你 就是把訊號送進去 把你預製的圖卡做進來 最後呢把人丟到那邊去 然後再把他背給挖掉 開工了 下面那個有進來了 下面那個有進來了 那有進來了 有進來了 好 key了 然後現在推 他現在沒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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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現在的合成是在 上一下 好 這邊在VR直播 這邊在 沒有 這邊在VR錄影的 這邊沒有播出去 因為那個 頻繁不夠 太亂了 這只有兩格訊號 播都播不動 那麼這邊在Mivo直播 然後現在記得一件事情 預算簡單的 畫質沒有很講究的 可以用手機或Mivo直播 但是呢 你要知道 廣播電視的資源跟內容是需要去經營的 但是你經營到一個程度 你卻用很普通的設備去播它 很可惜 用高品質高畫質的設備 把它錄製下來再播出去 這個畫面還可以再賣第二次 賣給誰呢 版權妹 你東西弄得好 版權不怕出不掉 所以值得投資的裝備 在這邊呢 28分鐘 順便測試東西的穩定度 好啦 那個拿迪賽把那麼久 口也乾了 嘴也渴了 那在這邊謝謝 再謝謝一次這個 周大哥 今天在這邊轉 進來這邊 進來這邊 謝謝 進來進來 我們跟大家 Say Bye Bye 有空來這邊 體驗他們的裝備 謝謝大家 我們來聽到 那是在那裡 那是在那裡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